哈喽大家好我是Vicky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Sephora八折的种草清单 然后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大概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是我已经有的 我会不断回购的 说不定这次我还会再买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有很多食物在这里 我可以展示给大家看 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我现在没有的 然后我也很想要买的一些东西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就提前就可以准备好你们的购物车 然后到时候开始 你就可以很快的抢到 到时候呢我也会做一个八折当天的一个购物分享 看看我到底都买了一些什么 好那么先从护肤开始吧 我先打开我手机上的Sephora app 然后去到我的购物车 我现在购物车里面一共加了26个东西 我先从护肤 然后再讲到彩妆 然后再讲别的东西吧 然后因为护肤呢 其实我觉得像很多我自己喜欢买 或者想要回购的东西 比如说像拉曼的面霜这种东西 我觉得在之后的黑五 像Neman Markets那些网站会有更大的折扣 所以这一次呢我应该不会在Sephora上面买 然后就算我会买呢 我会买一些我觉得它很合算的套组 就是会比那个时候电商出的价格还要再低的 我才会买 那么第一个我想要买的呢 是EVLOM的一个套组 因为我看到其实很多它有EVLOM的别的套装 但是其实它里面的东西我感觉比较少 我自己现在有在用的呢 是它的这个一个洁面 应该算是卸妆吧 然后我用的是200毫升的 我主要用它是用在面部的卸妆 我会先用眼唇卸妆液 卸掉眼妆和口红 我会把这个就全部都揉在我的脸上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之后 然后再做洁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好用的 然后我自己呢也用了很多了 算是我一直有的一个囤货吧 然后它的这个套组里面呢 我仔细看了一下 它里面有四罐这个截面 包括了一个200毫升的 一个100毫升的 一个50毫升的 还有一个20毫升的 然后顺便还送了三张 就是它清洗用的那个布 所以我觉得它总共加起来 算是非常划算的一个组合 因为这个单独卖行都是135 一个200毫升的 然后它这个加起来的总价值是 295 但是这个套组呢 只卖195 所以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我应该会要买这个 而且小一点的套装呢 我觉得在出去旅行的时候 带会比较方便 或者你周围 你的家人朋友 想要试的话 你可以给他们小一点的size 让他们先试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会买 好 然后第二个呢 我会回购的东西 应该就是资深堂的这个 红腰子的眼部精华 其实面部精华我也很喜欢 其实这个之后电商折扣 可能也可以买 不过因为我这个真的用的很多 所以我可能会再囤一个 我现在已经空了一罐了 现在又开的是新的一罐 所以也许我还会再买一罐这个 我每次都是在用眼霜之前抹 我觉得它的质地非常的水润 也可以帮助后续眼霜的吸收 所以我很喜欢用它 真的是离不开它 我觉得我只要离开它了之后 我单独上眼霜的时候 都觉得眼霜会比较难推开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的Holy Grail item 我会回购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我的彩妆部分 真的都算是我的一些 Ride or Die或者Holy Grail的一些东西 那么第一个我要推荐的呢 是Hourglass的这个妆前乳 其实我自己一直有在用的 还有是CPB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 很好用的一个妆前打底之一 它用上去呢 会有一点点滑滑的那种硅感 用它做妆前 真的会让你的妆面变得比较持久 而且对于我一个混油皮来讲 它有缩小毛孔 然后控油的功效 所以我还蛮喜欢它的 我已经很久没用了 这个是最近买的 这个应该是它的60毫升装的 应该算是大的 它包装改了 之前是玻璃瓶的 现在变成挤的这种Tube状了 其实我并没有很介意 我觉得这样其实还比较轻一点 接下来粉底液这个部分 我真的要推荐大家的就是Double Wear 这罐已经空瓶用完了 这是我新的一罐 然后这个是我在 Estee Lauder柜台买的一个泵头 不过这个粉底液真的是我不能没有它 之前我一个同事来 我说它的妆化的很漂亮 然后我就问它粉底液用什么 它说Double Wear 然后我们两个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个high five 我就觉得Double Wear Girls 只有我们自己懂它的好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尝试的话 这真的是我最最最最最爱用的粉底液 当然如果你感兴趣 想要试比较新出的粉底液的话 One Cell的这个All Hours我也还蛮推荐的 但是作为混油皮 良心推荐 Double Wear不会错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自己最爱用的散粉 就是E Cosmetics的Bye Bye Pores这个散粉 我已经空了两瓶了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可能在吃这个粉 我不知道怎么用完的 而且当时用完了没买到新的的时候 我真的是把里面的这个盖子揭开 然后在下面扫 真的是一个粉都不剩这样把它用完 然后我自己又回购了 又囤货了一个 我觉得没有很多人在推它 但它真的是我最爱最爱用的散粉 用来定妆用来baking都非常好用 它算是颜色有一点白的 但是应该算是translucent powder那一类的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没有粉比它好用 像我有很多日系的CPB或者易大饼那种 我都觉得没有这个好用 这个用上之后真的就是非常无敌的控油 算是我用过最控油的一个粉 所以呀真爱推荐 粉说完了之后呢是眉毛的产品 我自己在用的这个是benefit的这个princessly my brow 是细头的这一款 这个我推荐给我周围的所有人 然后包括我老公的妈妈 然后她用了之后自己买了五只 就是这么好用 不过这个真的是用的算是比较快的一个产品 因为它的这个笔头真的是非常的细 很软很好上色 所以呢她就会用的比较快 我基本上不到两个月吧 可能一个多月就会用完一只 所以我会囤货 然后另外这头的刷子真的 也把你的眉毛刷的很好 像我这样比较偏深一点的发色 我用的是四号 如果你头发比我浅一点的话 我可以推荐你用三号 也是很不错的 这是我最爱用的眉笔 接下来重头的就是眼影 眼影真的有很多我喜欢用的 不过因为打八折嘛 所以我一定一定要推荐的是Natasha Dinona家的这个眼影盘 星星盘是我觉得非常基础 每个人都可以用的 一个盘真的每次打开还是觉得真的很美 而且它粉质真的是我用到过的眼影盘里面 非常非常棒的 这个真的就是你的机会 Sephora打折最便宜的时候 星星盘 然后另外一个它的这个Sunset Palette 这个日落盘也是 爱那种橘色红色棕色系的女生 不要错过真的很美很美 然后它还有一个新出的比较紫红色一点的盘 那一盘没有很烧到我 所以我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入 不过因为它里面的闪粉非常多 我用的眼影基本上都是喜欢用压光的 很少碰到亮片色的眼影 所以那盘我还在纠结 我不确定我要不要入 然后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你们一定要入 也是我就是买来之后这两个月一直在用的眼影盘 就是这个Naked Heat 好像是50块左右的价格吧 真的非常好 说实话我觉得比Natasha Dinona的性价比要高很多 然后我真的每天都在用 其实好像真的看不出来 我每天都在用 大家只要看 如果眼睛是这种棕橘色 像我今天也是画的这个 如果你比较介意这种橘色红色的话 我一般就用前面的这三个颜色 加上最后稍微有一点紫棕色的颜色 做眼尾加强就好了 如果你想要配一点点红色 用这个这个或者这个 稍微在眼窝这里涂一点点 都是非常美 如果你想要go all the way out 你就可以稍微用一点点它的亮片色 打在就是眼头这个部分 非常的好用 粉质非常的懦软 我随便给大家刷个色吧 你看像我选的 随便选的这几个色 其实都还很日常 很推荐 很推荐 如果这一次你们只买一个眼影盘 Forget about Natasha Genona 买这个Naked Heat 我觉得我很喜欢 眼影收完了之后 眼线笔和睫毛膏的部分 我都没有太有 因为眼线笔我一直用的是日系的Kiss Me 如果要推荐一个眼线笔的话 我会推荐Key Von D的Tattoo Liner 真的很好用 不过我自己是觉得Kiss Me跟它一样好用 然后又便宜很多 所以我偶尔会买 但是不是说不能没有的那种 然后还有很多人喜欢的Stella 我真的爱不起来 所以我不推荐那个 然后假睫毛的话 我自己有 我自己很喜欢用的 然后睫毛膏呢 我觉得像美宝莲啊 都很好用 然后自己现在用的是CPB的 然后Sephora上面也没有 所以我就不推荐了 然后说到腮红 我要给大家推荐两个近期 我很爱用的腮红 都是NARS的 一个是NARS 这个应该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秋冬新的颜色吧 是TAUS 唉 我说不出来这个颜色怎么形容 就是比较秋冬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红色吧 我觉得上在脸上很暖 然后又不是偏粉偏橘 是比较偏梅子色一点的 适合秋冬的妆 特别是配那种红橘色的妆 很适合 所以推荐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 真的是我近期发现 很爱用的一个东西 是它的一个液体的腮红 然后我买的这个颜色呢 叫做Luster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颜色 它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小棒 我每次只要取这么一点点就够了 你看我给把它晕开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颜色 是这种淡淡的橘橘的颜色 我今天的腮红也是用的这个 其实一开始我是有点抗拒这种液体腮红的 但是用下来之后我觉得还没有很影响我的底妆 特别是我在上完粉之后用 我会把它就像这样推开了之后 不要你湿的就拍上去 推开之后手上有一点的时候 这样过点蘸的方式涂 你不要推 因为推的话会移动你的底妆 所以你就用点按的方式一点点的给它点在脸上就好了 真的就是很自然的一个颜色 我很喜欢 它其实这个液体腮红没有几个颜色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再入别的颜色 像它还有什么 像它Orgasm也有这个液体版本的 然后还有别的颜色 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 但是Luster这个颜色推荐 大家喜欢 我很喜欢 然后高光呢 我自己也没有特别多Sephara想要买的 我自己喜欢用的是MAC的Soft & Gentle 不过另外一个我还蛮喜欢的是Dior的这个Nude 然后我的颜色是001 真的也是很美的一个高光 如果你们再找一个高光的话 也可以试这个 好接下来就是推荐大家买的口红了 口红我真的有非常多 然后之前的唇膏试色里面呢 我也有推荐这一些唇膏 然后我就会把我做唇膏试色的链接放在下面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这种折扣的时候 就是收你平时种草的一些唇膏的 非常好的机会 然后还要给大家大大推荐的 就是Pen McGrath这一系列的唇膏口红 我真的都很喜欢 上一个视频我有推荐这一支Omi 我很喜欢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另外的 它的这个包装我觉得也很酷 是这种像拆信封这种样子的 然后把它打开之后 唇膏在这里 这个颜色是叫Sedition 422 是这种比较深一点的 有一点姨妈色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这么显色 然后又非常的buttery 这个颜色就是秋冬 你想要气场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颜色 当然你也可以薄涂 薄涂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偏粉一点 另外这一支是叫做Tropicolia 416 可能是比较珊瑚色的 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涂上也会是非常显气色 它的唇膏真的是太爱 然后我自己还买了一支唇线笔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好的唇线笔 它都可以当唇膏用 然后我买的这一个颜色是叫做Buff 算是一个裸色吧 因为我觉得裸色 它真的是超级滑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可以当唇膏单独使用 或者如果你有画裸色系的唇彩 也可以拿它来勾勒你的唇部边缘 反正我是用了之后 就无法忘怀这一个系列 它好像也有出眼影 但它眼影盘真的比Natasha Denona 还夸张的贵 然后里面也很多闪片色 或者是我觉得不是太适合我的蓝色绿色 还在考虑中 如果我最后入了的话会给大家看 OK那么最后一个我手上有的东西 就是我近期买的一个香水 是Balenciaga家的这个B 其实我有一点后悔 因为当时我买的这个是比较小 毫升数的85块钱的 因为当时我看到这个包装 跟它摆在外面的那个瓶身大小差不多高 所以我以为这个就是大的 但其实没想到打开这么小 我有点后悔 我觉得我应该买大瓶的 然后这个味道 是有一点带果甜香的一种味道 我觉得我自己对香味的这个味道 有一点点慢慢的改变 有一点喜欢暖一点的 带一点花香 带一点果香的 冬天擦在身上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但是那天我喷了 我还是觉得稍微一开头的时候 有一点腻 我可能会混合一些 我其他比较清淡一点的香味 综合一下它的味道 不过这个香水我很推荐 然后还有Balenciaga 我自己一直一直很喜欢的一个香水 是它最早的一个 上面有一个圆球盖子的那个香水 我之前用完过一整瓶那个香水 我也很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闻一下 好然后接下来第二部分 就是我的一些草单 是我已经加在购物车里面的 会跟大家一一进行分享 其实每次我在Sephora官网上 特别是在这种打折的时候 你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的时候 我会进去这样看 就你选到shop之后 不管你选makeup或者skincare 或者你选的任何一个category 选到那个category之后 你可以在里面看两个东西 一个是bestseller 另外一个是它的一个value set 就是经常会在这种折扣时候 才会推出了一些 只有私服男友的一些很划算的套组 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是很好的收这些品牌的机会 如果你之前比如说对一个品牌感兴趣 然后没有尝试过 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找它的value set 或者看bestseller bestseller里面呢 它每一个产品 其实Sephora上面也有很多的review 你也可以看看大家都是在说什么 或者看一下 比如说这种是不是适合油皮啊 是不是适合干皮啊 这种都可以帮助你选择一些好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选的一些东西 第一个呢是资深堂的这一个套组 它里面是红妖子的脸部的 这么样一个精华 我觉得其实冬天 因为我现在有在用 就是我之前推荐的Lummer的那个mat lotion 但是我好像觉得不是很够滋润 所以我想要再买这个妆前的 这样一种基底液 可以让脸变得更水润一点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小瓶的 spot treatment 应该就是针对细节的 比如说如果你有细节的斑啊 豆豆可以用的 然后还有一个 white loosen系列的面膜 有两张 我觉得这个还蛮划算的 它一共是67块钱 但它的总价值是129的 我记得红妖子自己本身就是67 所以相当于里面 另外的两个东西是送的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我当时看到资深堂 它有一个新的系列 叫做WASO 好像是它用日本的一些 比较传统的一些 ingredients 来做的一个比较补水的 一个套组的系列 它里面有一个 Gentle Cleanser 有一个Gelly Lotion 还有一个是 一个Mega Hydration Cream 我觉得它的那个包装 还挺吸引我的 而且听到hydration 我觉得我还蛮想试一试的 关键它是一个很小的套组吧 应该可能只是中样 一套是25块钱 我觉得很划算 然后你再打个八折 20块钱试试新品 好 然后另外一个是 Kate Von D的 Lock It Setting Powder 这个也是别人推荐给我的 因为我自己一直用的 像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It Cosmetics那个散粉 然后我看了一下 这个Lock It 它的这个 Translucent Powder 下面的review 也是我会喜欢的那种类型 我感觉很多人说 用了它之后 会让你爱上baking 会让你觉得 自己的妆真的很持久 所以我想要买来试一试 这是Kate Von D的 Lock It Setting Powder 像之前我也给大家推荐 NARS的那个唇笔 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色号 然后它在这次的活动里面 有参加一个 两支唇笔的套组 就是两个唇笔 一共是20块钱 所以你在打发着 一共两支才16 很便宜 应该就是连很多 一支唇膏的价钱都补到 你就可以买到两个颜色 我其实不太介意 它会不会变成小支的 因为本身我的唇膏太多 也用不完 我只是喜欢它的颜色 所以我选的这个套组里面的颜色 一个是叫DAMM 我会把我选的这个套组的颜色 打在下面 里面的那个Walkyrie 是我自己很推荐的一个颜色 然后另外一个颜色 感觉是那种有一点深的紫红色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尝试 我喜欢说的那个颜色 可以买这个套组来试一下 好 然后说到唇笔呢 还有另外一个 是我之前也有推荐的 Cat Von D的一个唇线笔 因为我觉得它也非常的creamy 质地和颜色我都很喜欢 然后它也有一个三支唇笔的套组 价值是54块钱的 现在买38 我觉得很划算 而且Cat Von D的这个唇笔 会比你用它的那个液体唇膏 更滋润一点 没有那么干 所以我还蛮推荐的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买来试试 里面有很经典的那个 Lolita的颜色 好 然后还有一个我自己很想要买的 那天我有在店里也看到的 是Too Faced新出的一个 collection的套组 叫做Best Year Ever Makeup Collection 它里面有三合眼影 加腮红的这样一个套装 然后还有送一个 它的那个Better Than Sex的那个Mascara 我觉得看起来颜色都还非常漂亮 其中有一盒是非常正的那种 大地棕色系 然后另外一盒呢 是有一点点偏粉 最后还有一盒呢 是有一点棕色 然后还有黑色 应该就是适合比较画 smokey eye的那种 我觉得这三个套组都还蛮划算的 关键它的value是写在285 然后现在这个套组才卖49 然后你再打八折 我觉得无敌划算 所以我应该会入这个 如果入了的话 到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好 然后还有一个套组呢 是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我自己可能不会买 是Shiseido 也是资深堂的一个 Everything Eyes Kit 它里面有我喜欢的 红腰子眼部基底液 然后有一个温和洁面 然后还有一个 我之前也有用过的 它的应该算是 百优系列的一个眼霜 我觉得如果你不想花那么多钱 在眼霜上面 或者你年纪还比较小 不太需要抗老的话 我觉得这个眼霜非常好用 它还有送两片眼膜 我很喜欢它的那个系列的眼膜 所以我觉得这个套组非常划算 也是98块钱的 现在变57 如果你最近在找眼霜的话 我觉得可以买那个来试一下 好 然后还有一个 可能算是唯一一个我比较想买的 Sephora每次出的那种大的套盒 叫做Superstar Everyday Must Haves 它里面有很多东西 其中包括了我很想要试的 Key Von D的那个Lock It Powder 包括有一个美妆蛋 然后有Benefit的Hoola Bronzer 然后有Bobbi Brown的一个 Cream Shadow Stick 我其实很早很早 就在Bobbi Brown最早出这个 Eye Shadow Stick的时候 我有买过 我有很喜欢一个颜色 但它这个颜色好像是Golden Pink 或是那种闪亮亮的 然后里面还有Make Up For Ever Ultra HD的一个loose powder 它NARS那个Velvet 那个Lip Pencil 它的颜色是叫Crayla 我没有见过 不太清楚 然后还有 Smashbox Photo Finish Foundation Primer 还有Urban Decay的 All Nighter Setting Spray 我觉得这个套组 还蛮值得的 里面很多东西都是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的 如果你是一个美妆新手的话 我觉得入一盒这个 还蛮划算的 或者如果你觉得里面很多东西 你都可以用到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入 我自己可能也会买这个 但是我怕这款 可能会抢到非常快 它也是价值在224块钱 然后现在买75 很划算 超级划算 好 然后还有一个唇膏的套组 是今年NARS跟Man Ray 一起合作的一个 四支唇膏的一个套盒 我觉得它的包装很美丽 我最近有点中NARS的毒 所以我还蛮想要的 但是我看它的颜色 我不太确定 因为我感觉它里面 都有点亮亮的 如果亮亮的唇膏的话 我自己可能不太会用 所以呀 如果到时候我能去店里 看到它真正的样子的话 好看的话我会买 然后还有一个是SK2的一个 Hydrating Mask Duo 应该是SK2顶顶大名的前男友面膜 然后加上一个眼部的面膜 一共是25块钱 然后现在卖18 我到时候如果看觉得好的话 我可能会多买几个 还有一个是这个牌子 其实算是一个 我有经常在Instagram上看到的一个牌子 不过我没有试过 叫做Herbible 这个牌子的名字也好难念 我不太会 然后它的Coco Rose Luxe Hydration Trial 它里面有一个身体的那种 Coco Rose 就玫瑰味的磨砂眼 我有在Sephora看到 闻过觉得很香 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一个 玫瑰的喷雾 应该是就是让脸上 Hydrating的那种喷雾 然后再加上一个唇膏 一个套组 50块钱的 然后现在39 我觉得我还蛮想要尝试一下的 因为看起来觉得还不错 最后还有一个香水 是我无意间看到的 是Chanel的Blue香水 是男生的 我觉得这个香水还蛮好闻的 如果你想要送礼给自己的男朋友 或者如果你是那种 喜欢用男生香水的妹子 你可以买来 我觉得这个香水 我喜欢 正好打折的话 可以入来看看 还有一个我自己 很想要买的一个套组 可能不是给我自己用的 是Tatcha的这一个 Skin Care for Makeup Lovers Obento Box 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唇膏 是那种里面带金箔的 之前我有看Melody Blur推荐过 然后有它现在还蛮火的 那个Water Cream 有一个Violet Sea Radiance Mask 还有一个它非常出名的 Luminous Dewy Skin Mist 我买这个套组 我觉得它颜值很高 但是因为我自己是混友 我觉得可能很多东西 我不太会用 特别是它的那个 Luminous Dewy Skin Mist 是我知道干皮很爱的 我可能会买来送给我老公的妈妈 因为她自己是干皮 然后她是一个非常有少女心的妈妈 我觉得她会喜欢这个套组 看到那个唇膏她应该会尖叫 所以我应该会买这个套组给她 112块钱的Value 现在是59 所以这个套组也是推荐给大家 因为其实我自己不是那种 很爱买套组的人 我觉得套组里面 经常我看到东西我不喜欢的 或者它的size太小了 我就觉得没什么意义 或者放在那里之后呢 久了之后我不去用它 就相当于浪费 我觉得还不如自己花钱 去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所以提醒你们种草要谨慎 然后如果你们看到那种很划算 很便宜的套子 也不要就被蒙蔽了双眼 一定要仔细问问自己说 是不是里面的每一个东西 你都会用到 然后再去买 虽然说Sephora它基本上是可以 无条件退货的 只要你没有怎么用它 但是你打开了之后 它们是不能再卖给其他人的 就会damage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良心过不去 所以也希望大家买的时候 谨慎小心 然后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最好都是你们种草了很久 然后没有下手的东西 那么今天的种草清单就这样 我们到时候Sephora八折的开箱见 还有如果你们有发现 觉得很好的东西 想给我种草的 可以弹幕或者留言打在下面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